你好,我是董正榮 那在這支影片呢,我們要來講呢 名單設定裡頭的電子報訂閱表單 所以呢 你要 先到你的名單,然後點擊你要設定的名單 每個名單都有他專屬的 電子報訂閱表單 就是在這邊 訂閱電子報的表單 點擊一下之後,系統就會跑出一個 程式碼 這個程式碼你可以放在你的 網站的任何地方 他是一個HTML碼 所以呢 因為我不知道你是用Wordpress 還是用免費的部落格 基本上 都有可以放HTML碼的地方 那我這邊呢 先示範一下,如果你放上去的話會大概長得像怎樣 那他預設就是很簡單的一個格式 所以呢 例如說 你可以看到左邊這邊 左邊這邊才重點 他預設就是一個姓名 然後一個email這樣子 然後一個提交 提交是中文的 那你是可以去更改這裡頭的內容 特別是姓名 那個name 你就去找這個 N A N E 這邊 你要記得 是這個 N是大寫的N 然後呢 你可以稍微把它修改一下 輸入你的姓名 這樣子 然後呢 email這邊呢 你也可以再改一下 你常 常 常用的 的email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提交呢 提交剛剛 剛剛 剛剛已經有 有出現中文 OK 所以 所以我們現在先儲存一下 就可以看到現在這個表單就可以放在你的任何的部落格的 一個位置 這樣子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就很方便 那這邊有提交 那這個提交我來試試看看能不能改 OK 所以呢 我剛確定的啦 就是這個提交這個字啊 這個中文呢 如果你要直接看錄 的話這個提交這個字呢 這兩個字就不能改了 因為這個是我們系統 已經 就是內建好的 文字 沒有辦法讓你客製化 所以這個基本上就是 你要怎麼看進去你的電子包訂閱表單 那 還有更進階的應用就是例如說 呃 有一些專門可以用來製作一些名單擷取頁啊 就是可以一個專屬的頁面然後讓別人來訂閱你的電子包表單 這樣子 那呢 要怎麼整合進去我們的電子包超人 好那 之後呢 有機會 我們自己也會引進相關的系統 那我們到時候再 會再提供完整的教學 但是基本上呢 電子包超人呢 所提供的電子包訂閱表單 就是 長得像這樣子 就很陽春就對了 你可以這樣講 那好 所以呢 這則教學基本上就到這裡 那 你現在知道要怎麼樣 把你的電子包訂閱表單呢 把它弄出來 然後呢 適當修改 就可以放在你的 部落格裡頭 那你就可以開始 收集你的 名單了 好 所以任何人只要填他的姓名跟Email 然後按提交呢 都會依照你的設定 就是會 來到一個感謝頁 感謝他訂閱 或者是呢 看你是設定 單次確認 還是雙重確認 那 會有不同的頁面跑出來 那我們建議你呢 強烈建議你 一定要 測試 自己測試看看 那在下一則影片呢 我們要來談呢 更進性的設定 好 那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拜拜